大家好 我是手艺人翟登 又名吴老板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解 Sirco注入的另外一种注入手段 叫中转注入 这个中转注入呢 其实很简单 一说中转这个词是干嘛呀 就是在一个地方转移手 是吧 是这样的 比如说 这是我们这个客户单 这是服务单 我通过客户单 我干什么呢 我给服务单 比如说这个发请求 发一些注入检测请求 注入请求 就是还有一些咱们的注入的 payload 去发请求 对吧 那么中转一下指的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我现在弄一个 比如弄个代理 那么请求发到代理这来 再从代理这转发给他 在代理这做一些处理 对吧 那典型的就是我们的BP BRP 其实这就中转了一下了 对吧 这就叫中转注入 那其实我现在说的这中转注入不是指的这个中转注入 而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通过BP拿到以后 通过BP拿到以后 那在BP上 我们说可以对佩洛的进行加工 对吧 加工 加工完以后我干什么呢 我先不发到他这来 我先发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先把请求发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干什么呢 是统一 做一些 数据包 加工处理的 比如说我们通过BP加工了一个数据包 那么下次再加一个 再抓一个数据包 还需要自己手动加工一下 对吧 每次都需要手动加工 加工完之后 然后再发给服务端 对吧 那今天好了 我如果说有一些统一要做的一些加工处理 那我就可以怎么办呢 我每抓一个包 我都发到这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接收之后自动帮我转发 并且在他转发之前 他做一些什么呢 统一的一个加 对数据包进行一个加工处理 比如说非常典型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将来可以干什么呢 比如说隐藏自己 隐藏自己是什么意思 这个请求发到他这来 基于他再就基于这个服务端 再去发请求 那这样的话 他这边记录的客户端的请求来自于谁 来自于他 不是来自于你 不是来自于你 这是一点 当然了 这个事情主要不是用来隐藏自己的 因为我们做正规的 常规的这种安全渗度测试 咱们不是为了隐藏自己 是为了检测安全性 检测目标网站安全性 我们检测它的安全性的时候 它肯定会 就是在这之前肯定会商量好 它肯定会给我们授权 我们没必要去隐藏自己 好吧 那 现在除了隐藏自己的效果之外 还能干成什么呢 就是对数据包进行统一的加工处理 我们在这可以写好一段程序 这段程序就是所有过来的数据包 我都经过我的一个什么特殊处理 发布给他 比如说他这边有一些防护手段 防护设备 比如说他对长空机的一些渗透测试的语句 进行了一个什么 这个防护 比如说不允许出现 什么邮宁 什么引号 什么R1等于1 什么And1等于1等等 不容易出现这些字样 我做了防护 那此时 我们在这 写完自己的注入Payload以后 在Payload上 给写完Payload以后 我可以把它统一发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我可以做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做一个编码处理 什么编码处理 比如说Base64 比如说Base64 我就做个编码处理 好吧 比如说UR编码 等等等等 做一些处理 处理完之后统一的 就是你所有的 发过来的请求 里边那些Payload 我都做一些处理 Payload 就是你写的那些什么 Unit select 单引号 R1等于 And1等于 And1等于2 等等 我都统一做一个编码处理 并且让它实现什么呢 自动转发 自动再发给这个服务端 那这样的话 这叫什么 这叫中转注入 好吧 所以说中转注入 其实干的事情就是啥呢 就是说在另外一个服务端 中转一下 那个服务端呢 帮我们做一个统一的处理 然后发送过来 那里面吗 那里面说你这不多余吗 你在这自己处理一下 不行吗 可以啊 你在这可以处理一下 比如说做一些编码处理 对吧 你自己再发过去 完全没问题 但是每一次你是不是都要改啊 每一次你都要改 每一次都要自己加工一下 如果这一个统一的加工的地方 我只要把这加了我的常规披露的 我发过去 它就能够处理完 然后自动还转发 明白意思了吗 哎 这叫中转注入 好吧 我们玩一个中转注入 的实例啊 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位置啊 我就用谁呢 还记不记得咱们前面进行 靶场部署的时候 我部署了一个Vbug 那个靶场 那个靶场是不是用了PHP Study啊 对吧 也就是说 它本身是跑着一个项目的 而且有相应的一些 这个中间键啊 等等 能够执行咱们的 那个PHP战码 对吧 我在它这个项目里面 去写一个什么呢 这个 中转处理的这种程序 好吧 在这里面写中转程序 中转处理程序 我在这个 服务器上写啊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那个皮卡丘 那个靶场吧 靶场 好吧 皮卡丘这个靶场啊 那这边呢 我用不用BP都行啊 用不用BP都行 好吧 我就给你来个 比如说 我就给你来个 直接在浏览器上发请求 算了 还是用BP吧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抓的是 发给他的请求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不是抓 发给他的请求啊 而是说 我直接发请求 发给他 我直接把请求发给他 包括我是用我自己的 浏览器 直接发给他 还是用BP加工完之后 直接再发给他 然后通过他定型的 统一处理 然后发给他 好吧 来 我们演示一下子啊 那现在呢 就要开启两个主机了 我开启了这个 我们的皮卡丘啊 那个主机 把机 把场啊 然后又开启了Vbug 啊 这个把场 好吧 哎 然后我们干什么 哎 我们现在不是要注入 注入这个什么 注入这个 这个 谁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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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卡丘嘛 对吧 注入皮卡丘 来我们现在访问一下 这个皮卡丘啊 呃 皮卡丘这个IP地址 我们来看一下 192.168.2.109啊 192.168.2.109啊 然后皮卡丘啊 发问一下 嗯 稍等啊 这皮卡丘 这这这这 国浏览器怎么 还给卡住了呢 走 然后看一下Vbug Vbug Vbug这个IP地址 192.108.2.130 是吧 啊 哎 怎么防不了呀 IP地址变了吗 哎 这是130 没错 哎 106了 哎呀 这个是106了 它的IP地址变了啊 106 走 啊 行 打开 打开 比如说就咱们这个自评注入吧 然后我在这写这么一个payload的 可以吗 啊 写这么个payload的 然后正常发送是直接就发送给皮卡丘了 是不是啊 啊 那我现在干什么呢 不发给皮卡丘了啊 啊 我就把它拿过来啊 啊 这样我抓我去抓个数据包吧 啊 抓抓个包啊 代理 拦截 然后抓起数据包啊 然后这个不是放行 哪个是皮卡丘的对吧 这是我们那个数据包 然后右键 把它发送到repeat冲发器里面上啊 然后我重新的放包啊 然后我就取完拦截啊 然后我在这儿 在这儿改 好吧 那所有这些请求呢 不直接发给皮卡丘了 对不对 发给谁呢 比如说 哎 这是我们的payload的啊 这是payload的 不是叫 这个 sorry 这个是后面的payload的 对不对 我们需要改的是这个网址 对吧 携带的这个数据 这个参 这个件改不改都行啊 这个值呢 我们就不用动了 这个网址肯定是要改的啊 那比如这个网址要改谁呢 要改成vbug 对吧 vbug这个地方呢 要做一个中转程序啊 比如说我就在 他的ppstudy的 安装的ppstudy的 这个3w目录下 这是他ppstudy 使用的apache 部署网站的时候 能默认站点根目录 对不对 我在这儿创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就叫 xx.php吧 就叫这么一个名字 然后我在这个vindos203上 装了一个nodepad加加啊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了 我在前面都给过大家 大家也带着大家装过 在vindos203上 然后现在写一个程序 中转程序啊 首先 中转程序我们要干的事情 大家要清楚 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现在 这是我自己的扣端啊 然后我在我浏览器上 发了一个请求 被bp抓包 我发给了bp bp抓包了 抓包之后 将请求要发给谁啊 是不是要发 不直接发给他的目标网站 而是直接发给了 是不是中转这个程序吧 中转程序 是不是再发给他呀 对吧 那我就可以干什么呢 将这个bp上加工的 这个payload 比如说 那个payload的单一号 什么2 1等1 警号 这是他的payload 对不对 拿回来之后 我想办法要在这取出 这个payload 取出payload 取出它 然后对它进行加工 比如说 我就来个base64编码 好吗 这个base64编码 当然了 他把将base64编码 发到服务端这边 这服务端这边 不一定能解析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服务端 可能人家就 没有进行base64解码 没有对请求数据 进行base64解码 所以说你发过来 它不一定能成功 但是呢 就演示一下这个势力 你知道我在这个地方 能对所有的payload 进行一个加工就可以了 那我意思吗 中转一下 能明白这个过程就行 中转珠呢 用的并不是很多 并不是很多 所以说呢 这个势力呢 大家简单知道一下 了解一下即可 那么好 那我需要干什么 在这个中转程序里边 程序里面 我要最起码要做 这么两个事情 三个事情要做 一取出payload 二对payload 进行加工 对吧 三 发送请求 给什么 给目标 网站 对吧 这是三个动作 要做 那我代码也是一样 我要写出这三个动作 好吧 比如说我在这 想干什么呢 先取出payload payload 等于什么呢 $ 比如说用get 请求发过来的吧 那我就 get请求payload 叫 pay吧 叫 pay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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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吧 就p开头吧 就p吧 也就是说 你后面 将payload发给我的时候 发给我中转程序的时候 你用p 这个键 以get 请求参数的形式 传递给我 好吧 sorry 这没写php php 行 然后 接着来看 payload 拿到以后 我们干什么 是不是要对层进行加工处理 对吧 payload 杠 base64 比如说 就等于 base64 encode 这叫编码 这叫编码 好吧 然后将我们这个$ payload 给它放在这里面来 然后 我ECHO echo 打印一下它 先让你看一下它是怎么回事 好吧 打印一下它 然后你看一下 base64编码之后是什么样子 好吧 base64编码 其实我们前面提到过 对不对 base64编码的特点 64编码的特点就是 经常在后面会看到等号或者双等号 在整个加密之后的数据 是吧 base64是个加密手段 但是它是可逆的 base64的encode是加密 decode 这还有个decode 我给你写一下在这 base64decode 括号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加进来就 解密了 好吧 来 一个加密 一个解密 行 然后我们干什么呢 现在它就在什么呀 是不是就在这个网站下 我是不是直接可以访问这个 xx.php文件 对吗 那我就拿它的app地址 比如在这写 192.168.2.130 是不是 下边有个xx.php 走 它提示我有个错误 是因为有个p参数 盖茨击评人家取这个p参数 你没有 你没有给人加上 对不对 所以说我在这可以加个什么 p参数 等于 随便写下这种 走 看 这就是base64加密之后的结果 就是这个数据加密之后的 base64加密之后的结果 我解过来看一下 把它放到这来 然后进行一个解码 解码这个base64解码 看 是不是就是它呀 对吧 这就加工处理了嘛 对你的p参数的数据 进行加工处理了嘛 那行 有了这个程序以后 咱不充说有这个程序以后 这个程序的第一步 取出数据 第二步进行加工处理 我已经写完了 是不是 我现在只是做了个简要的 简单的base64编码 实际上如果说你 就是如果服务端那边 有防护的话 有防护的话 我们写各种绕过手段 绕过防护的手段的时候 需要可能写很多代码 但是这个流程你明白了 那些代码就看你的编程能力了 好吧 当然了 其实那些绕过程序 很多都不用我们自己写 行 那现在先简单说到这 然后接下来还差一步是干什么 就是数据已经处理完了 是不是要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 大家还记不得有个叫 filegetcontent filegetcontent 它是干嘛的 它是不是读取文件内容的 它既能读取文件内容 又能读取 这么远程网址的某个文件数据 也就是说 它能够给某个远程网址 发送请求 没有意思吗 比如说要发送请求的网址 是谁啊 网址是什么 是这个 看了 看这个网址了吗 把它拿过来 我先拼一下这个网址 URDollar URL等于 我加个双一号 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这是我要发送的那个网址 对不对 而我这个payload最后要替换到哪去 是不是要替换到这个位置来 这是那个payload的位置 对不对 那我现在把这个给它干什么呢 给它做个拼接 这里面加上什么呢 加上我这个dollarpayload的base64 做个组组拼接 这不就拼到这了吗 对吧 然后我给你打印一下 我还给你打印一下它 打印一下这个URL 然后保存一下 然后你在这访问 走 然后少个 echo 应该是有个引号没有写 不是分号没有写 走 就每一行 php代码每一号 后面都要加分号的 对吧 然后在这一刷新 走 看 那这个注入 这个URL就写出来了 并且注入 看这个payload的位置 是不是就变成了它呀 对吗 那么接着就可以发请求了 将来这个URL放在这里 这就可以发请求 请求之后 还能拿到结果 dollar 比如RES吧 等于它 dollar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dollar EC抽 echo一下这个dollar RES 看一下结果 好吧 然后在这里发请求 走 请求没 看是不是请求回来了 皮卡丘的那个 网页数据 我只是echo打印了一下 所以说它的页面效果 并不是 并没有显示出来页面效果 这个不用管它 但是我们请求 是不是发出去了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看到 输出结果 对吗 输出结果 你直接用echo打印 你没有写HTML的那一套东西 直接用echo打印 相当于打印了 整个HTML文件 这个效果出不来的 好吧 并且呢 它这里面的GS文件 CSS文件 代码 你有echo出来吗 没有 你echo的是单纯的 HTML文件 单纯的 单纯的HTML文件 好吧 HTML file 也就是你把服务单那边 享用回来的 就现在这个请求 已经发过去了 通过中转程序 已经发给了服务单 服务单那边 给你回了个HTML页面 HTML页面 你只是echo echo了一下 将HTML的内容 打印了一下 展示了一下 但是这里面 还涉及到什么 什么一些GS文件的 请求 CSS文件的请求 你都没有去发送 好吧 你都没有去发送 有人就说 那浏览器拿到了 不会自动发送吗 不是 你现在用PHP 处理了一下 这些内容 并不是浏览器 拿到直接处理的 所以说这个请求 不会自动发送了 好吧 不会自动发送 那么你就拿不到GS文件 拿不到CSS文件 你就看不到页面的样式 但是页面的数据 你是能够看到的 比如你看这个地方 有查到相关数据吗 没有 是不是就看不到 对不对 没有意思吗 那如果说 你在这 比如说UR2 我再给你写一行 我就在这写个什么 把这个删一下 我就来个 VNCE 有这个用户 对不对 有这个用户 然后我看出来 再保存一下 我在这一刷新 你看 有没有查到数据 有 也就是页面上 是有你想要的东西的 好吧 行的吧 只不过样式效果 没有展示出来 页面的样式 乱了而已 这个不用管它 行 我把我们拼接的URL 再拿回来 好 Ctrl S保存一下 我刚才改成了一个正常用户 是吧 现在我要改成我自己的 对处理的Payload的 那个数据 数据 加到这个参数后面来 进行注入 好吧 然后注入之前 进行个Bas64编码 行 那这一套逻辑 其实就写完了 然后逻辑写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 发送请求数据包了 给中转的 这是我们中转的服务器 对吧 给这个中转服务器 发送请求数据包 其实刚才我们就已经发过了 就在这 输入我们中转程序 所在的那个服务器地址 然后加上 你要访问的那个文件 对吧 然后问号 加上相应的参数 就可以了 好吧 那这个地方就写各种Payload Payload写完之后 到他这就中转了 中转并且自动拼接到了 他这的 对吧 然后就给这个网址发请求 加上你在这处理的 Payload的相关操作 处理完成之后 然后发送网络请求 就OK了 好吧 行 这个中转过程 这不就完事了吗 那同学说 我如果想抓包 中转呢 那就BP抓包嘛 等待理这个位置 然后开启拦截 然后在这抓包 对吧 然后放行 这就是我们抓的数据包 对吧 把它放到repeat出发器里面去 然后这个取消拦截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就可以改你的各种Payload了 好吧 各种Payload 明白吗 这意思吗 那这个地方 比如写个什么 什么单引号 一等一 一等一 对吧 加个警号 这有特殊字符 对吧 肯定要编码一下 UR编码一下 UR编码一下 如果是Payload的请求 就不用这个UR编码了 对不对 咱们前面提到过的 然后我在这再发送 走 你看 这不就都弄出来了吗 对吧 讲一结果就都回来了 然后看一下页面渲染 这不就是我们注入之后的结果吗 虽然说最后肯定是没有查到数据 为什么 怎么没有查到数据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请求 你看 是不是发到了192.168.2.106 我们给2.130 这个中转主机发送的请求 写在这个注入Payload 对吧 然后到了 它之后 它接到之后 它进行了一个什么 中转加工处理 把这个Payload进行了一个 被C6编码 然后又发送给了什么 192.168.2.106 这个站点 对吧 这就是个中转过程 明白意思了吗 虽然说 这个中转 我们用的是Bayload64编码 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并且没有拿到相应的 肯定是没有拿到数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给人家192.168.2.106 这个网址 发送了这个请求 携带的数据是Bayload64编码的 但是人家服务端这边呢 它的这个文件 没有对这个用户提要过来的数据 进行Bayload64解码 那这样的话 你肯定是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那听说 那你这个中转势力 是不是就没用 不就没用了吗 也不是这样的 有很多网站传输 都是传输的Bay64编码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什么 对你的这个请求 加的这些Payload 都要进行Bay64编码 那这时候中转一下 是不是就更方便了 明白意思了吗 行 然后这就是 我要演示的这个实力 就说到这 这个实力大家中转 能够完成出来就可以了 结果拿不拿到无所谓 把这个中转过程 理解了 就OK了 明白吗 行 那我停一下视频 并且后面呢 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实力 比如说后面 我们会讲到一个 自动化工具来发请求 这个自动化工具 转发的时候 我自动化工具 我们也可以让他 发的那些请求 加的那Payload 进行一个中转 中转过来 我们再进行各种编码处理 进行一个什么的 安全设备的防护的 安全防护设备的一个绕过 它防护 你要绕过去 你才能渗透进去 对不对 你要想各种办法去绕过 到时候我们再会 还会提这个 对吧 我们到时候还会说这个 好吗 行 这就是中转注入的 这个过程 目前理解即可 玩一下这个实力 好吧 理解即可 那我停一下视频